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商机无虎无载,从无人问津到全球商售2000万美元的成功之路 在商业世界中,成功的故事往往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需要创新的眼光才能够发现 今天我们将分享一位关于两位年轻的创始人,如何从一个看似普通的发圈发现一项千万美元的商机的故事 他们的创业旅程充满了挑战,坚持和创造力,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案例 证明了在创业的路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独特的发圈产品,发圈产品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能够解决传统发圈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与普通发圈相比,这些发圈既不拉扯头发,又不会留下令人讨厌的痕迹 也不会让头发打结,这一独特的设计特点,让这些发圈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创业机会的发现,发圈的敏感来自一场差品味主题的派对 他急于找到一种符合主题的发式,但却找不到 幸运的是,他想到了使用电话线作为发圈 这个临时的决策方案却带来了一项商机,这个故事强调了商机往往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物中 只要我们有创造性的思维,起初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尤其是他们的产品在网上颠覆的销量效果不佳 这是因为发圈的单价交低,导致物流费用占据了销售价格的大部分 然而,他们坚信发圈的有潜力 因此他们不断的尝试不同的方法,以克服这些挑战 为了提高销量,他们决定与发行师合作 他们向发行师介绍了这些发圈的好处 发行师在适用后喜欢这个产品,并开始代销 这一策略成功的原因在于,发行师是最具有权威的发行的推荐者 他们的认可可以帮助产品营得更多的客户 随着业务的增长,他们开始与宁寿商合作 并积极参加博览会,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协商 一些宁寿商最终同意合作,并由于发圈的实用性 产品开始大量销售 参加博览会使他们有机会与更多的宁寿商接触 最终进入了美国著名的时装品牌 随着销售的增长,他们扩大了其市场的范围 成功进入了70多个国家 超过1000家店面 他们的发圈从一个偶然的发现 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成功的品牌 年销售额超过了2000万美元 这个故事突出了创始人的坚韧和产品的全球的吸引力 他们创业的故事是创业精神和建议的完美的体现 他们的发圈产品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还进入了全球的市场 创造出了巨大的销售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上级可能在我们的周围 只要我们不断用创新的眼光去发现 努力的去追求成功就不会太过 不管你身处在何处 是否还年轻 你都可以像他们一样 勇敢的追逐你的梦想 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的故事 好了 如果你渴望成功追求梦想 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 点赞分享 让我们一起启程吧